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次有提到 我們在大觀園中具有30設計的 那麼有第四個重要的區域 重要的所在地 那個就是橫湖院 那各位你們看一下我們的講義 我把它放在第三點 那是因為按照在懸出中出現的順序 但實際上最重要的一個處所 就有關30設計 我覺得最豐富 然後最值得闡述的一處 那就是在橫湖院 那麼請各位一樣回到第17回 我們上次已經讀到過的這一段 因為文本證據是非常重要的 我非常希望我們用一分證據 然後才能夠講一分的話 不要過度的投射過度的隱身 那這個都是對於我們文本的扭曲 那麼所以請各位回到這個260頁 我上次有提醒你們 很有趣 對橫湖院發出負面批評的 或者不要說批評啦 負面的感言的 卻是一個我們一般視為跟寶釵 同一陣營 同一陣線的假證 有沒有注意到 這實在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那這當然就告訴我們說 紅龍夢中的人物其實都是立體的 他們其實都有很多的面 那麼他們也有隨著時間而成長變化的 這個人生軌跡 那這是我們的讀者不應該把他們限縮的一個 要謹慎的閱讀的地方 那我們再接下去來看 這260頁我們已經提到過 在最後的那幾句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橫湖院呢 基本上它是被門口的這個大祖山 所延伸出來的那個祖脈呢 那麼所構成的大玲瓏山石可以組閣 而且不只如此 它四面是不是又環繞的各式石塊 然後把裡面的所有房屋吸接遮住 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設計真的是大寬萬味 所以我們今天實在是有很多話要談 那這些東西實際上會延伸到橫湖院的其他的設計 以及薛寶釵整個人格的重要的特質 所以沒有辦法 雖然這是一個很小單元中的一個項目 但是由於我們要把這個項目說得清楚 所以我們必須延伸也必須擴大 但是聚焦都在這個山石設計上 那麼所以各位請看到一下 我們在螢幕上就已經有告訴各位 我覺得這樣的設計 當然跟薛寶釵的性格特質息息息相關 他是薛寶釵性格的具體化 一種外顯的具體化 那麼薛寶釵的個性是怎樣的個性呢 各位都非常的清楚 我們在第八回有已經看到 透過賈寶玉的眼光 他是不是來探查 看看薛寶釵的這個 因為他老毛病又發作了 那我們寶玉來看他 那透過他的眼睛呢 對於寶釵的外貌跟整體的人格的樣態 就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八字真言 那這八字真言呢 大家一定要耳熟能詳 因為他是幾乎所有薛寶釵人物論裡面 常常被拿出來斷章取義 甚至加以扭曲隱身的一個關鍵 那麼這八句是其實不只八句啦 應該是十六句 十六字 十六字 那有兩個對障的語句 他說呢寶釵這個人是汗言寡語 人為藏餘那安分隨時自雲守濁 好 那各位呢 我們可以把這十六個字裡面 那麼抓出兩個重要的關鍵詞 一個是藏 一個是守 所謂的藏餘呢 表示他有點大致肉餘 他的聰明是不外露的 而且呢他甚至呢自我控制到 不把自己的聰明才智顯露於外 那這當然這是我們非常熟悉的薛寶釵的 薛寶釵的一個形象 那麼字雲守濁呢 用個字雲就很明顯 他這是一個在自主意志底下 對他個人的人格所進行的追求 這個就是他要的人格境界 那就是守濁 那什麼叫守濁呢 他就是我守著這一個愚濁 這個濁當然就是笨濁不聰明 然後呢很可能有很多不合時宜 甚至有很多這個愚蠢的那種的那個含義 那這個是他的字雲 我希望各位注意到字雲這兩個字 因為呢這代表是他個人的主動的 那麼等於說是一個 在自己抉擇底下所進行的人格的一種追求 那人為藏餘呢是說 人家都知道其實你很聰明 但是呢你常常呢就是不講外求 那麼也不顯露於外 所以人家會覺得說 你就是呢某個意義來講盡量是韜光養晦 然後呢非常的內斂 那麼非常深層的一個人 那麼但是這16個字到底該怎麼解釋 我覺得我們的讀者由於已經成見很深 然後呢成見很深的情況底下呢 當然就可以開始呢進行非常任意的 而且完全是符合自己成見的若干的解釋 所以呢這16個字 當然都被用來做負面的詮釋 然後呢都用來證明薛寶釵是一個 什麼偽君子啦 料理不一啦 然後呢非常的做作虛偽啦等等 真的是萬變不離其中 大概就是上述那幾個很粗淺的話 就可以解決 但是真的這麼簡單嗎 如果這麼簡單的話 我們的曹雪芹也實在是 不能算得起一流的作家吧 對不對 那所以呢假設我們願意承認 他是一個偉大的作家 他不會用這麼拙劣的 這麼單薄的方式 來為他比下這麼的重要的人物 去做這樣的一個描述 那麼我們是不是還有其他可以參照的 我們在這個時代的視野 以及自己的成見之下 所看不到的那個豐富的內容呢 所以在這邊我想要先跟各位同學 分享幾句話喔 單單是手鐲這個詞 告訴你們 就如同我們上一週跟大家所做的說明 你看到橫無苑的橫無這兩個字 稍有中國文學史的常識的人都知道 那是來自於屈原 為他自己非常高潔芬芳的人格 所做的香草的比喻有沒有 所以那是一個閒人 閒成是有這個崇高道德的一種具體化身 那麼既然如此 那麼這個手鐲跟藏魚到底有沒有 我們屬於這個中國文化脈絡的淵源呢 我非常感慨的發現喔 我們現代讀者真的對於過去非常的無知 可是卻非常自信而自大 我們用我們現代人的理解 跟我們很單薄的知識 卻認為我們有資格對古人超生殺大權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 泛濫的現象 所以在這邊我要來跟各位分享 你們知道嗎 手鐲這個詞最早出現在什麼 然後他在中國傳統最優秀 最精英的讀書人的這個文化跟 志業傳承當中 他又被怎麼樣的加以延續 這個我們都不知道的話 請不要對薛寶釵的這16個字 妄加斷言喔 所以告訴各位 手鐲這個詞最早出現的是在 陶淵明的這個詩文之中 那陶淵明他作為一個非常高潔的影視 所謂的古今影譯詩人之中 這個我想都沒有問題吧 那這是陶淵明所創造的喔 當然啦日本漢學家 剛春凡先生也已經發現到說 對於這個卓字呢 那麼這個手鐲的這種意態呢 當然在陶淵明之前 不是沒有人提到過 那個人是潘悅 但是潘悅在他的閒居腹裡面呢 對這一樣的一個手鐲的態度 當然呢渲染的可能更為這個強大 然後把自己在閒居腹裡面 所呈現出來的一個人格型態呢 當然是極力往正面去發展 可是各位不要忘記 潘悅這個人是不是會敗陸成 有沒有 對於全城假蜜的產蜜呢 的產媚 那真的已經是在歷史上面非常鮮明 但是也可以說是非常醜陋的一幕 那所以他的表裡不一 這個我們先不談 他是偽君子的問題 因為人本來就很複雜 不能那麼簡單的去論斷 但是呢我們真的可以說 對於手鐲的這一個人格追求 跟這樣的一個生活態度 確確實實呢 在陶淵明的詩跟他的生活中 得到很徹底的落實 所以他在歸原田居的第一首 還記不記得歸原田居 是他非常重要的宣言對不對 他就是要所謂的歸去來辭 然後呢要跟這個世俗 那麼鄭重告別的重要的詩篇 那他第一首就宣稱說 他開荒南母記 手鐲歸原田 那這個手鐲歸原田 當然他徹徹底底的執行 結果當然也以啟食來付出呢 非常嚴重的代價 但是呢這個人的可愛就是告訴我們說 他不是要跟這個世俗唱反調的 他不是呢自以為是的 反正舉世皆著我獨青 而因此呢那麼自己去創造一個 想像中的理想的一個形態 不是 他非常知道 這樣的一個選擇呢 究竟要付出怎麼樣真實的代價 而他也願意一肩扛起 所以這個手鐲歸原田 當然就很令人感動 那這個手鐲當然有多少 有一點反諷的意味 那就是說對 這個世俗呢 已經充滿了尖巧乍尾 我們這種人實在是不適合在這個世界立足 所以呢我確實比較笨拙 我確實比較沒有能力 我確實不能夠適應這個社會 那麼複雜的機心鬥巧 那麼沒關係 我守護的我一片真純 然後我回到我天性所適合的 那一個非常單純的 可是卻又生生不息 那麼由大化所領導支持的 那樣的原田之中 原田當然不會欺騙人 原田當然給你呢如實的回饋 那跟在人群中生活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手鐲其實它包含很多的意味 包括價值觀 包括某一種人格型態 許許多多的這個 我們陶淵明複雜的人生辯證 都投射在這兩個字裡面 那麼只有陶淵明在做這樣一個 手鐲的堅持嗎 不 我們請各位繼續往下看 在他之後的三百年 這樣的手鐲的一個心智 有了一個中國最偉大的繼承人 他就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杜甫 那麼杜甫我統計過 因為杜甫有一千四百五十多首詩 而且集中在他40歲之後 所的那個神聖階段所創作 那麼就在他40歲之後58歲過世 這十幾年的時間 他對這個卓字反覆運用 我統計給你們看 他總共出現28次之多 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跟比例 其中只有一個例外 剩下的27次呢 全部都是用來涉及個人的人生態度 跟自我評價 那這個評價當然有點自我調侃 有一點反諷的意味 就是說對 我的這種堅持 實在是跟你們社會沒有辦法協調 那沒關係 我就從這一個競爭的繁華的世界退場 沒有關係 我把自己邊緣化 他是用這樣一個很清楚的認識 來為自己定位的 所以有27次的卓 那最有意思的是呢 其中啊我要順便跟你們談到 他除了製成桃淵明的守卓之外 他還另外呢 為這個卓字呢 增加更多的一個語彙 那更多的語彙當然更表示 他對於這個卓的一個 反覆的一個強化 那麼包括什麼呢 養卓跟用卓 所以你看喔 這個卓啊 不但是他既有的某一種人格內職 所以我要守住他 我不要被扭曲 他甚至說我還要去培養他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培養喔 那就更表示說 這個卓是他的人格一種極致的價值 所以他不但不容消磨 他甚至還要去加強他 那最有意思的是呢 他還說我要用卓 好 我不但只是要保有他而已 這是一種消極的方式跟態度 我還要培養他跟他更強化 強化之後我要用他 來為我自己人生安生利命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杜甫對這個卓字呢 那麼可以說領略甚深 而且呢把他加強的發揚光大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傳統底下 各位也不要忘記 杜甫呢在宋代之後 已經呢幾乎被神聖化 所以他被稱為師聖 那麼你認為他這樣的一個人格堅持 對於後來1000年的中國的 傳統知識分子會沒有影響嗎 當然有 如果連我都會發現 杜甫師中的卓出現這麼多次 我一定要稍微來研究他的話 為什麼傳統飽讀詩書的人 這就是他們生活或呼吸的一部分 他不會去發現這一點呢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曹雪芹 他就是在這樣的中國傳統之下長大的 他讀過的書比我們多得多 比我們所有的專業的學者都還要來得多 那麼憑什麼他不會發現這一點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他用陶淵明所創的手鐲這個詞 而被杜甫發揚光大的手鐲這個詞 把他放在他筆下的薛寶釵身上 難道不是這樣一個傳統的繼承嗎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回到這個傳統來理解 為什麼作者要用手鐲來成為薛寶釵的字雲 也就是他的一種自我堅持跟自我追求呢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代人 真的要做的工作好多 我們首先該做的工作就是 請不要把自己所相信的東西 視為世上的唯一真理 然後去衡量古今中晚 所有那些我們不認識的人 這真的是一種傲慢自大 第二個我們該做的事情是 請好好的了解我們的傳統 他們就是在傳統中成長那麼所成就 為什麼我們竟然可以跟傳統 在一個極端斷裂的情況底下 然後自以為是的 然後以為可以凌駕他們之上的 來評價他們呢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態度 好 所以我們提醒這一點之後 就請各位注意一下 那麼於是當我們在如此之不了解 傳統的背景底下 就把這個藏與守 那麼就當作是一個 所謂偽君子的一個理解 那這當然對於薛寶釵 或者是對於曹雪芹的塑造 這個人物的苦心 其實真的都是莫大的冤屈 那這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一種態度 那當然我們也必須說 曹雪芹確實在塑造薛寶釵這個人物的時候 他採用的一個切入的角度 確實是不大一樣的 首先你們可以注意到 我們的這位薛寶釵在整部小說當中 他出現的時候 我們作者通常是描述他的哪一個層面呢 注意一下喔 跟描述林黛玉確實非常不同 當作者寫到林黛玉的時候 是不是基本上都是描述他內心的活動 對不對 甚至是很隱密的 不足為外人所到的有沒有 甚至可能是會要感到恐懼的 我們作者都不利於做充分淋漓的描述 但是他描寫薛寶釵的時候確實不一樣 我們好像比較常看到的是他外在的表現 有沒有 他說了什麼話 他做了什麼事 我們作者很少觸及到他內在心理情緒的那一面 沒錯吧 請注意一件事情 全書 我們全書是指80回 這80回裡面請你們告訴我 薛寶釵唯一哭泣的是哪一次 我已經告訴你們是唯一 他真的唯一哭的那一次 跟林黛玉常常在哭 那完全不一樣 那他唯一哭的是哪一次 是薛寶是不是冤枉他對不對 冤枉他對於寶玉有私情 那他就哭得非常嚴重 哭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眼睛還是腫的 去探望母親問候的時候 是不是繼續哭下去 你就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我們以後有這個相關單元再說 那唯一哭的是這一次 那他唯一又帶有一種赤子之心 非常純真可愛的那個反應的 是不是也只有一次 是不是就是鋪蝶的那一次 對不對 然後還有唯一的一次酸溜溜的 有一點覺得我的優勢地位 好像被威脅了 雖然不見得那麼在意 可是我當下真的感覺到 那一瞬間的不平 所以有點酸溜溜的講話 那又是哪一次 寶琴 是不是寶琴來的那一次 對不對 我就不信我哪兒 那怎麼不如你有沒有 這個覺悟經驗 我覺得那個話放在林黛玉那裡 就非常的順理成章 覺得很自然 但是在薛寶蔡身上出現 就覺得這個人果然也是個人 是有血有肉的 然後多多少少也會有一點點 碾酸吃醋的地方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林林總總我們這樣算起來 好像我們非常人性化的反應 在薛寶蔡身上確實比較少看到 那簡單說我們用敘事學的術語來說 曹雪芹在對待他筆下的薛寶釵的時候 他真的採用的就是一種 所謂外聚焦的一種敘事角度 外聚焦就是他就是從外部來描寫 然後我們看到的就是這個人物 呈現在眾人眼前的那個形態 那麼跟林黛玉呢 我覺得他真的是 那個是有另外一個術語了啦 那這個外聚焦的筆法 確實是為薛寶釵比較這個 很主要採用的一種敘事方式 那麼這樣的敘事方式 到底有怎麼樣的含義 我覺得又不要太快的 用成見去包去扁 有人就說你看嘛你看嘛 他就是這樣子描述薛寶釵 就表示他討厭薛寶釵 我覺得這種推論 都是非常的跳躍式的推論 而且很明顯你已經有一個成見 在主導那個結論 這不是我習慣的方式 所以我希望能夠更試圖去認識這個人物 可是這個人物是活在 《紅樓夢》四百多名 可考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之中的 那麼這四百多名可考的人物 各有生命的風姿 我們作者究竟在這麼多人當中 他是怎麼樣去看待薛寶釵所 獨特呈現的這一個生命的形態 跟他的人格的意義呢 那你就必須從整體來考量 那不能把這個人物孤立的凸顯出來 因為你沒有參照系 沒有參照系就不能夠做客觀的評價 所以我們把所有其他的參照系 全部找出來之後呢 我們必須跟各位說明一下 確實我們的薛寶釵多處都是被用 這個外聚焦的敘事角度來呈現 那麼他的性格也確實在群體當中 呈現的是一種所謂的 《皮里陽秋式》的這種人物性格 那《皮里陽秋》我們以前介紹過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就不再多說 他確實是把他的好惡情緒 甚至他的某些評斷是放在心裡面的 不直接表露出來的 那麼這樣的一種深層內斂的性格 究竟是好是壞 我想恐怕不能用一個非常簡單的 小孩子式的判斷就來加以蓋棺定論 我認為這裡的《皮里陽秋》是好的意思 怎麼說呢 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麼除了剛剛的這個手鐲啊 藏魚之外呀 我們要來更新跟各位分析一個問題 就是說當我們在思考 到底一個人該不該表理如一的時候 事實上他涉及好幾個複雜的層次 那麼所謂的表理如一就一定是好的嗎 恐怕不一定 所謂的表理不一就真的一定不好嗎 那也不一定 人有非常複雜各樣的狀況不能一概而論 所以我們先一步一步抽絲剝繭 如果你認為表理如一是好的話 好 我們先做這一層的前提跟假設 好 那麼我們就來請大家思考一個問題 所謂的表理如一就表示說 我外表所言所行是忠於我的內在對不對 這個叫表理如一對不對 我們先設定好我們的共識 下面才能夠一步一步去討論 好 所以表理如一 我們一般就認為 他就是所謂的忠於自我對不對 那麼忠於自我 我們總認為就是一個人的人格 比較是正面的 是好的一種一個方向 是一個境界 但是這一下子會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什麼叫自我 什麼叫自我 我們想過這個問題沒有 我覺得中國文化裡面就是 尤其是現代幾乎不反省這個問題 要自我就是我啊 可是西方人就是不僅止於此 他們有很多的疑問 他們不把一切的東西視為理所當然 所以他一定要仔細推敲 好啦 那什麼叫自我 我請問你們 你幼稚園的時候的你的自我 跟現在的你的自我 一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嘛 如果一樣的話 我要為你感到悲哀 好 因為表示你沒有成長 好 那麼同樣的 你在心情平靜 領略到存在的幸福感的時候的那個自我 跟你現在遭受到威脅 感覺到恐懼而焦慮的時候的那個自我 一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所以請問你忠於自我的自我 到底是哪一個自我 是跟著自我的感覺的變化 然後隨時就配合他那個變化 然後就做出不一樣的反應的那個行為 就叫做忠於自我 然後那個忠於自我 就表示是人格的很高的境界 我已經露出嘲諷的微笑了啊 當然不是 這是一個非常naive的 真的是小孩子式的一種理解 所以我們先用非常簡單的說明 來跟各位給你們參考一下啦 因為事實上這背後牽涉到非常多的問題 不是我們這門課 這麼一個單元所能夠解決 所以我們先提醒各位 西方在100-02年前 也就是西元1900年 好 那一年佛洛伊德發表了 他最重要的一部真的是世紀 影響重大的書籍就是夢的解析 好 那麼這一百多年事實上影響深遠 當然他的話不是不能挑戰 也不是完全正確 可是他非常重要的 非常富有啟發性的告訴我們說 一個人的人格結構 事實上有很多的層次 更不要說你會隨著時間 跟不同的人生階段而發生變化 好 所以呢 先不要管隨著時間發生變化 與時俱進的那個範疇 我們先只看現在的你 你這個靜態的你 這個靜態的自我 他就已經有好幾個層次了耶 首先他們心理學派很複雜啦 我們現在都只能非常簡化的來講 構成一個人的內在 整體說來呢 這個結構一共有三個層次 這是最基本的分類 第一個層次是所謂的本我 也就是所謂的it 那麼這個本我當然就是處在一個 潛意識的狀態 也就是你自己不一定察覺的到 也因此你常常也不一定能夠控制的 那個部分 那麼這個本我的層次呢 當然它活躍在我們沒有意識的底層 甚至我們可能有很多東西 就受到它的影響 那麼這個本我呢 它運作的原理就是呢 它受到快樂原則的支配 就是一切以得到滿足 然後得到快樂 這個就是本我它最基本的一種需求 跟它的一個運作的動力 那麼在這個動力之下呢 你會這個快樂原則所要追求的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包括性潛能 和其他各種原始慾望 包括吃得飽啊 吃得美味啊 然後各種舒適的一種追求啊 那這基本上都是本能衝動的 那一個層次 也可以說就是非常生物性的那個部分 可是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 這個本我事實上 它不只是這個實色性也 這種很本能的層次 請注意它甚至包括情緒 所謂的情緒是包含在這個 理不自覺的狀況底下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 不仔細思考這個問題的人呢 恐怕都沒有想到的問題喔 可是我認為這個說法是對的 所以我跟你們分享 在希臘的哲學裡面 有一句話說得非常精彩 就是柏拉圖的對話錄裡面談到的 他說真的喔 我也是到很後來 因為從來沒有老師教過我 我們的教育裡面完全沒有這個層次 所以對自我 對於人的認識其實常常停留在很表面 那麼我很後來讀到那句話的時候呢 真的是醍醐灌醉 給我很大的啟發 柏拉圖說你以為是你在發脾氣 是你在生氣 你在抒發這個情緒 他說錯了 是那個情緒絕著了你 聽得懂嗎 你是被絕著的 用這個絕字實在是非常形象化 當然也非常精彩了 就好像有一個老硬的爪子 抓到了一個小鴿子獵物有沒有 就牽住他動彈不得 你就死在他的爪下 你完全無所遁逃 你知道嗎 當你在情緒的控制之下的時候 你就是那個小鴿子 被握在鷹爪裡面無法動彈 你完全被他支配 甚至呢被他操縱生死 我覺得我讀到這句話的時候 真的是覺得真的是豁然開朗 原來如此 原來不是你在生氣 是生氣的情緒控制了你 所以我們是不是常常說 哎呀我控制不住自己對不對 我在那個情緒的那個影響底下呢 我就不理性的就做出一些很衝動的事情 然後事後當情緒回復之後 就覺得很後悔 所以這種感覺我們都經歷過 那麼佛教裡面也提到過 佛教是把尤其是憤怒的情緒 這邊所講的情緒主要就是生氣憤怒 他說呢 佛教不是說你生氣的時候就在發什麼火 無明火有沒有 什麼叫無明 無明就是你不自覺 你不能控制的 他來自於一個很深的黑暗的地方 但是他卻凌駕了你 所以他把那個憤怒的情緒叫做無明火 這個不就跟這個希臘的哲學家所講的 其實是完全是異曲同工嗎 他真的告訴你說原來情緒 他是潛藏在一個你意識不到的一個底層 他跟實色性也一樣都是你的本性 而因此你其實是不自覺的受到他的控制 所以這就有趣囉 那麼當你開心的時候 你當然哈哈大笑 請問當你生氣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必須要情緒爆發 才叫做表裡如一呢 這個就是可以思考的問題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當然人不是只有本我 如果只有那個本我的話 那人也是太可憐了啦 所以我們人還有第二個層次 就是所謂的自我 這個叫ego 那這個我們大家都很熟悉 那麼這個自我呢 他是屬於人格結構中的 這個心理組成部分 就是你現在意識到的那個自我 你會有一些情緒 有一些紛亂的思維 然後呢你可能會感覺到某些好惡 然後你覺得哎呀好熱喔 現在我決定要去吃什麼 類似這些 這都是現在的你 你在意識的 可以自覺的情況底下的那個層次 這個叫做自我 所以這沒有什麼好講的 那麼但是還有一個我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幾乎是所有的哲學家 所有的道德家所努力的 也就是要達到所謂的超我這個層次 那個叫super ego 這個super ego呢 是屬於人更最高的人格層次之一 那他也是自覺的 當然某個意義來講呢 他會跟本能的那個所謂的 id的那個我呢 會產生衝突喔 為什麼呢 因為id他所運作的遵循的原則是快樂原則 然而這個超我他遵循的是完美原則 那麼什麼叫完美 那基本上他就是比較是屬於人格中道德的那個部分 就是表示說我不要愉悅禁忌 我不要去觸犯這個界線 然後呢 我表現是最好的那個一個層次出來 那麼所以呢 就就這個超我而言呢 他使得人啊能夠獨立於本我之外 不要被你的本能所控制 就是不要被那個id最潛意識的那個我所控制 然後呢 他可以使你觀察到我們內心中啊 各種訊息的建立 各種處理方式怎麼樣控制 我可以怎麼樣把這個情緒移轉轉化 還有我們可以種種運作的模式 他使得這些內心的這些活動成為可能的 就是那個超我的部分 所以當我要發脾氣的時候 我可以停下來想一想 我該不該發這個脾氣 我發這個脾氣可能會有什麼後果 以及我發這個脾氣應不應該 這個就是呢超我在運作的 那他就會使得你不完全受到 那個情緒所主導 那麼到底哪一個層次比較好 很難說 因為我們都有這三個層面 很難說哪一個呢 就是我們唯一該追求的事實上 那也不可能 那麼只是說 當我們對所謂自我的結構跟這個內容 有了這麼一個基本層次的認識之後 我們運用到紅的夢裡面 你會非常吃驚的發現 太有趣了 即便是所謂的忠於自我 我們《紅龍夢》裡面呢 有至少三個代表人物 分別對應這三種不同的我 而假如都叫做忠於自我的話呢 這三個人一樣在某個意義上呢 他們都是忠於自我的人 可是他們卻非常的不同 所以我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先考你們 《紅龍夢》裡面呢 先不要管這三個層次的我啦 《紅龍夢》裡面呢 哪一個人他是最表裡如一 就是我想到什麼我就表達出來的 我們以前講過對不對 是不是薛盤 好 他直接暴露完全不假修士 那這是一種 那林蓋玉秦文的率真 我們也往往就視為表裡如一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也被很多現代崇尚自我的人 被標舉為所謂的那個 具有個人主義 所謂個人覺醒的代表人物 這個當然也算一種忠於自我 但是你們知道嗎 還有另外一種也算是忠於自我的人 只要你用這三個結構去看的話 他們只是分別忠於不同的自我 所以我們下面來看一下 實在太有趣了喔 你們知道嗎 這是一個美國哲學家 叫Treating他的一個研究喔 我把他的一些論斷跟一個模式 我們套用在《紅樓夢》裡面來讀 你會發現非常有趣喔 我覺得薛盤他確實是忠於自我 可是請注意 他忠於的是哪一部分的自我 受到快樂原則所支配的那個本我 有沒有 那他不是很好色嗎 而且他完全直接暴露 也不以為羞恥 然後就這真的是一個非常極端的一個例子 所以來我們來看看Treating怎麼說 這一種所謂的真誠 他說對 真誠有很多種 他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 其實有不同真誠的意義 然後我赫然發現薛盤的這種率真啊 他的真誠其實屬於法國文學士的真誠 什麼叫法國文學士呢 不要忘記法國文學你們不是有懺悔錄啊 有什麼什麼那種convention啊 你們知道他們的懺悔都在懺悔什麼內容 絕對不會說以前我竟然對我媽媽大吼 絕不會說以前我竟然對我的朋友說了謊話 我很丟臉 不是 他們懺悔的那種都是什麼 都是很怎麼樣 不足為外人道也的那些很 甚至是很可恥的那些層面 所以我們念這一段給你們聽 Treating說呢 在法國文學中真誠指的是什麼 就是指對自己及他人來坦承自己 這是這個誠 這個誠就是誠述表現出來 那麼就對自己跟對大人都完全坦承自己 而這裡的坦承是指什麼呢 他也就是他承認他的那些傷風敗俗 以及慣常要加以掩飾的特性和行為 對你來講傷風敗俗啦 會不足為外人道也 應該多少要掩飾一下的這些行為呢 對於法國文學士中的那一種真誠 他們卻覺得我可以直接坦承 而我一坦承我就是真誠 懂意思嗎 所以你看喔 真誠可以是這一種喔 是法國文學式的 是紅樓墓裡面薛盤所展現出來的這一種 所以他確實很真誠 所以我跟你們講過 你用不同的切入點去看 薛盤是不是也真的有他很可愛的地方 這就是他的一個特點 可是這種可愛不代表 可以作為人性的價值吧 你們會希望他可以成為所有人的表率嗎 那我們這個世界會變成野獸樂園喔 非常的可怕喔 所以是個人來講是可愛 可是就對人性追求來講 這恐怕不見得可敬 也不見得是可追求 那麼下面我先不要讓你們看下面 所談的那個問題 那我來考你們 林黛玉的真誠的忠於自我 比較是忠於哪一個層次的自我啊 蛤 是不是當然應該是所謂的Ego的這個層面 有沒有 他就是在生活層次嘛 所以當他嫉妒誰 他是不是就說歪話對不對 當他沒有安全感 他就能歪派別人等等 那那個是在他一般的層次 所以這一下子呢 我們就要來看一個問題囉 那麼忠於自我的第三種 那麼恐怕他就是呢 爭誠於那個所謂的Super Ego 那這個人是誰 當然是薛寶釵 好 很出人意料之外 他是真誠的 如果你用那個turning 他對於西方呢 各式各樣不同文化以及歷史發展 之後所歸納出來的真誠呢 事實上薛寶釵也一樣是真誠 怎麼說 他是屬於英國式的真誠 那英國式的真誠是什麼呢 好 你們不要笑 是真的 我就跟你們說 一個問題沒有那麼的簡單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現代的台灣的這些人們 會這麼簡單的來看問題 好 英國的真誠是指什麼呢 注意喔 英國人他認為你真誠 就是你做到下面的這樣的表現 那就是他不要求你 直接面對一個人的卑劣或羞恥 執念你一個人的卑劣或羞恥 而且直接把他表現出來的是哪一種真誠啊 是法國文學式的真誠 所以要寫的懺悔錄喔 英國的不是這樣 好 英國人要求一個真誠的人 在交流的時候不要欺騙或誤導 不要欺騙或誤導 此外就是要求你對你手頭承擔的 不管是什麼工作你都專心自製 這就是一種真誠 所以只要你能夠忠於你的職務 簡單說就是這樣子 把你所扮演的角色盡量扮演完美 那麼這就是真誠 所以接下去他還說一段話喔 所以英國式的真誠 不是按照法國方式來認識自己 並且公開自己的認識 什麼意思 法國的所謂的法國方式認識 就是我認識到我好卑劣好羞恥 而且我還把我對我自己 這樣的卑劣羞恥的認識公開給別人看 有沒有 那就是法國文學式的真誠嘛 但是呢英國不是 英國不是這樣 他是要你在行為舉止上 什麼叫行為舉止呢 就是他用了一個 另外一位哲學家 就是馬修阿諾德 所謂的差事 差事就是你的工作 以及你的身分 你的職業 你各種呢 你該有的一種倫理角色 你在這些行為舉止 也就是所謂的差事方面 你跟自身保持一致 這就是英國的真誠 好 所以你們要注意 一個問題真的是很複雜 我們為什麼要用一個 像小孩子式的概念 來理解這些偉大的著作呢 這實在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假設我們照這個定義來看 那麼薛寶釵確實是真誠的 他是英國式的真誠 有沒有 他把他所有的角色扮演好 當我是個女兒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很可愛的撒嬌 讓母親感覺到匡慰 那麼能夠分憂解牢 那麼當我是做人家的晚輩的時候 那麼我就謹守一個分寸 當我是朋友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給朋友各式各樣的幫助 有沒有 那個就是孔子說的嘛 他說要給什麼 老者安之 少者懷之 朋友信之 有沒有 就是他純粹就真的就是儒家 而且是最高明的 最高境界的儒家的一種體現 而這是比較是這個英國式的真誠 好啦 我們簡單把這個問題說到這裡 所以顯然嘛 忠於自我哪裡是那麼簡單就可以判斷了呢 如果你真的還以為說我想哭就哭 我想笑就笑 然後呢我想罵人就想罵人 我嫉妒的時候我就表現我的嫉妒 我真的只會說 你對於忠於自我的理解 是停留在幼稚園的小孩的層次 這個世界沒有那麼的簡單啦 那所以呢我們透過心理學的一點幫忙 加上呢哲學界 他們呢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考 我們非常簡單的告訴各位說 原來忠於自我是有那麼多的層次 洪溫墓裡面剛剛所提到的薛盤 林黛玉薛寶釵 這三個人恰恰好都是忠於自我的 不同的典範喔 那這些典範呢他告訴我們說 事實上判斷一個人的品德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尤其我們對於薛寶釵要特別多講一點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現在的單元 是在他的恆毋院的三十設計上 所以我要跟你們分享就是說 薛寶釵不只是把他的角色扮演好而已 所謂忠於他手頭上面的差勢 他的真誠事實上呢是 當然啦是出於忠於道德良知的那個自我 然而呢他是由衷去實踐的 他並沒有前後不一 也更沒有呢表裡不一 他是從內在而外的 然後去執行他認為人應該要有的 這樣的一個高度的一個道德層次 所以我們下面引的這兩句話 請你們注意 這個這兩句話不是出現在前八十回 是在後四十回 那麼我們當然都知道後四十回呢 不是曹雪芹的完全是他的手筆 然而我覺得這兩句話呢 確確實實可以非常簡潔惡要的 表達出我們薛寶釵他的一個道德境界 這個是賈母在評論這個薛寶釵的時候提到的 他覺得寶釵這個孩子很不錯 為什麼呢他耐得評賤受得富貴 你們知道嗎 這八個字我讀了好多遍 事實上剛開始都沒有感覺 就跟你們一樣 因為小說的訊息太豐富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急著去抓更多的訊息 所以呢很多細節沒有辦法停留 有的時候是因為我們的成見很深 所以有些東西我們自動選擇的過濾 但是呢我們略要把自己拿開 把自己縮小 那麼很多的訊息呢他的重量就會出現 那我覺得這八個字呢 非常精彩的觸及到寶釵的性格的核心 就是這個人的那個道德 已經到了一個非常深厚的地步 所以他非常穩定 他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那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最直接的體現各位還記得嗎 是不是就在他的柳絮詞裡面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類似的表述有沒有 因此他性格無比均衡 然後呢不被外在的這些是非或得失所動盪 他有一種非常穩定的心性 來請各位看一下林江謙的柳絮詞 他不就說嗎 我萬里千絲終不改 任他隨聚隨分有沒有 這就是一種人格到了一種非常堅實 那麼帶有厚度跟重量的時候 他就不會被外界的動盪所干擾 那是一個有高度的自我的認識跟穩定性的人 才能夠寫得出來的 但是我不明白 為什麼我們的讀者 都只看到柳絮詞最後那兩句 蛤 你們應該都會背吧 那最常被拿出來斷章曲譯說 我們寶釵一心想要做寶二奶奶 所以一心想要什麼攀附富貴的 那個叫什麼 好鳳 憑戒力 送我 上青雲 可是這兩句話能夠做那樣的解釋嗎 當然 不行 太可笑了 我們薛寶釵本身就在青雲之上啊 他是假使王薛四大家族 他沒有理由再飛上青雲 因為他就在青雲之上 他那一首詞其實前後脈絡 你們注意一下 他是一種翻案策略的運用 那個一方面是詩學的一種需要 二則是他感覺到我們這個團體 其實在被悲凌所浸潤所籠罩 他覺得這樣不好 我們應該鼓舞起來 我們要迎向陽光的明媚 我們為什麼一定都要充滿的飄零 那麼純舵 然後那個悲淒 那樣的一個悲凌的情境呢 我們人其實應該要學會正面思考 我覺得那是另外一種人格的流露 所以那兩句詞 根本上跟他想做寶二奶奶一點關係都沒有 何況這個詞又不是只有那兩句 我們應該是應該平等的 來看待那個詞怎麼樣來表現 所以各位他服用的是冷香丸 那麼冷香丸代表什麼意義呢 這個我們到時候的人物專題 會有一個單元來分析 冷香丸絕對不是我們一般所謂的意義 那麼這邊支批就有一段話 剛好先在這邊給大家參考 他說啊 寶釵為什麼吃的是冷香丸呢 因為冷香丸服用之後你就能夠冷香 是什麼意思 冷是冷靜 我必須告訴你們不是冷酷 是冷靜 那麼香是什麼呢 就是一種道德的芬芳 所以你有了冷靜跟這種高度的道德之後 你就可以做到一種立看顏涼 知看甘苦 那麼雖離別亦能治安 請注意 雖離別亦能治安 不要忘記離別是不是人生最痛的一件事情 所以江菸在別父裡面開宗明義不就說什麼 黯然銷魂者為別而已矣對不對 李商矣也曾經說人生死前唯有別 比起死亡帶來的痛苦 那麼僅次於他的就是離別所帶來的痛苦 那麼但是你看連離別都不能對這樣子的 擁有高度人格的重量的人產生呢 那種衝擊性的甚至是致命性的一種毀傷 那真的要有很大的一種強悍的人格力量 所以沒有這種力量的人 他就在海邊面對著海浪鏈 黯然銷魂掌 你們都知道我在說誰嘛 對 那是很深情 很癡情的人 但是他們就是會被甘苦顏涼所干擾的那一種人 所以楊過不就也大喜大悲有沒有 情緒也很熱烈等等 所以這是兩種不同的人格型態 沒有誰比較好的問題 但是你要如實的去認識他們 好啦 所以我們的支批他就告訴你 冷香完跟他的人格也是息息相關的 而這裡全部都是正面的讚美 這一種人格他已經是超越世俗 以及超越自我的層次進入到Super Ego 所以他不被這些人間的那一種 悲喜言良所撼動 這個就是我必須要跟你們談的一個問題 好啦 所以我們再回來看 賈母對薛寶釵在後世時委裡面 所提出的這個八個字的評論 他說那寶釵是耐得負貧賤 受得富貴 你們知道嗎 我越來越領略他的含義 這真的是對薛寶釵的一個最高的讚美 事實上這大概只有聖人才能做到的境界 你們知道這兩句話是畫自中國的傳統 哪一部經典 想不出來 所以這證明我們對傳統一無所知 可是那為什麼可以去評論一個 集傳統之大成的紅樓夢呢 大丈夫做到三件事情 是不是就是貧賤不能贏 富貴不能贏 威武不能屈 有沒有 好 你們知道嗎 我們國中的時候十幾歲 那時候還豪小 對人性對人事 真的是一無所知 心裡面只有一種朦朦朧朧的 對一種超越的嚮往 那麼那時候對這三個 作為大丈夫的條件呢 你們知道嗎 我們第一個反應就是哪一種最難 以秦已十三歲的小朋友的心態來反應 這三種哪一種最難 貧賤不能贏 富貴不能贏 威武不能屈 哪一種最難 我當時的第一個反應就是 威武不能屈最難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從小就看很多 可怕的電視劇 裡面不是就有一些什麼忠誠就被誣陷下獄 然後嚴刑拷打有沒有 對那個六七歲的小孩子來講 就覺得這真的是慘絕人寰有沒有 常常忠誠啊 就被拷打 關在監獄裡面 那個拷打過程都很恐怖對不對 什麼比如說把一個鐵鏟 然後放在爐火裡面烤到火紅 然後就直接落在你那個赤裸的胸膛上 然後那個可憐的忠誠就慘叫昏倒過去 然後再剖鞋醒過來再繼續有沒有 然後那時候真的是飽受驚嚇 我覺得人怎麼可能會這麼殘酷 怎麼會這麼可怕的事情會發生 然後都覺得人好可怕喔 人真的好殘暴啊 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然後就充滿恐懼 所以我從小的心願就是 假如萬一天我淪落到這樣的場面 他還沒拷打我之前我一定會說我都招 好 對 因為太可怕了 你就覺得反正你不招跟招了 結果不都一樣嗎對不對 所以那對一個小孩子這樣 那是一個很可怕的殘酷喔 所以我很可以理解 人在強大的威脅跟暴力之下 他會屈服 事實上必須要哀驚而悟喜喔 因為那真的是完全超越個人 所能夠承擔的一種恐懼喔 然而我們會長大 我們對人性會有越來越多的認識 那麼隨著年齡的增長 跟我們的認識的深化呢 我現在的感覺是 這三個做到大丈夫的這一個條件 我覺得最難的是富貴不能贏 好 因為貧賤不能贏還好 貧賤怎麼講 只要你的心態稍微健全 老實說人可以永遠用各種方式 來自我肯定對不對 所以魯迅不是在嘲笑中國人 有一種阿Q精神嗎 阿Q精神在某個程度來講是對的耶 因為人本來就要學會接受自我的現況 只要你不要過分盲目對不對 那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正面的 一種自我建設的方式 當然不要愉悅理性的範圍喔 那所以呢 人世上很容易可以在各個方面 去達到一種自我肯定 那甚至很多人就告訴我說 他覺得有些媽媽啦 就是五六十歲 他覺得他們這輩子最大的成就就是 哎呀我的孩子這樣平安健康的長大 這也可以變成他的成就 你就可想而知 人要肯定自己並不困難 那麼所以呢 一路的減去法 最難的事實上是富貴不能贏 因為富貴對人的影響 我終於明白他的關鍵 他為什麼最難抗拒 因為你想想看喔 所謂的威武 威武的比如說一把大刀 就直接呢在你的眼前這樣子 亮晃晃的這樣子一個張揚 然後甚至架在你的脖子上 我覺得就那個是一種 立即發生了一種威脅喔 那人只要內在有一種一股氣有沒有 某一種抗拒 甚至是一種不懈等等各種心情 你其實還是可以去抵擋得住的 同樣的貧賤也是 因為貧賤是隨時隨地有人提醒你 你現在是在這樣的狀況 所以你就容易產生自覺 懂意思嗎 但是富貴不是 富貴是沒有人會提醒你的 而他對於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 是緩慢發生 而因此你是一點一滴 inch by inch這樣子的發生 因為昨天剛上演的 Charlotte Holmes裡面就有這一個片語喔 好 然後呢 他真的是一點一滴的在影響你 所以你很難察覺 你們知道嗎 很難察覺的東西 你就不會發生自覺 你就難以抗拒 所以有一天久而久之 過了一段時間 你在發現鏡子裡面 怎麼已經跟我原來我不一樣的時候 那時候就一切都來不及了 回不去了知道嗎 所以富貴不能贏 那真的是最難的一件事情 當你沒有內在很強大的 心靈的武器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被干擾 尤其那些種子是種在你的腦海裡 你怎麼可能去扼殺你慢慢誕生 慢慢成形的那一種思想呢 那個思想是什麼 本我裡面所要追求的快樂原則 尤其你又已經嘗到它的甜美 那麼人要怎麼樣改變呢 所以真的人最難抵抗的是 不知不覺潛進到你心裡面 來的那些思想的種子 那問題是他不但是個種子 他也已經發芽 而且已經在茁壯 所以這個姑母真是高明啊 我要改造一個人 用這樣的方式就可以 你看不著痕跡 不落眼圈 然後不必威脅利用 你自然就會投靠到我這裡來 真是高明 所以我要告訴你們就是說 所以最難的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富貴不能贏 尤其當你怎麼花 你錢都這麼多的時候 你當然就樂得去花了嘛 人性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呢 請注意 賈姆的這八個字呢 真的非常的重要 他告訴我們說薛寶釵是這一種君子 是這一種某一例來講女眾大丈夫 甚至可以說是聖人 他耐得貧賤 就是貧賤不能贏 所以他不會因為貧賤而自我貶低 而甚至扭曲人格 那麼富貴同樣也不能干擾他的心性 一分一毫 這不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讚美嗎 然後呢 不止如此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之後再說 繼續 接續剛剛所談的這個問題 所以呢 我們這位薛寶釵 請你們注意一件事情 來 我要來跟你們談一個問題 就是說回到我們剛剛所說的 一個人到底真不真誠的問題 是不是忠於自我的問題呢 我這邊有一句話來跟你們分享 那就是呢 剛剛提到的那位 美國哲學家Training 他有在他的論證裡面 他提出一個非常發人深省的認識 告訴你們在我前兩年 還沒有讀到這段話之前呢 我也沒有想到這個層次 然後呢 他的話也同樣帶給我真的是 醍醐灌頂的一種重新的一種思考 他說如果真誠是通過忠實於一個人的自我 來避免對人狡詐 確實沒錯嘛 我們是不是都這樣定義對不對 但是他說 他告訴你 提醒你 如果你認為真誠是通過忠實於一個人的自我 來避免對人狡詐 我們就會發現不經過最艱苦的努力 人是無法達到這種存在狀態的 我覺得這段話真的是晴天霹靂 他真的是打醒我們 我們真的好素樸的以為說 我只要想怎樣就怎樣 然後把任性就當個性 好像這樣就叫真誠 大錯特錯 事實上他提醒我們 真正的真誠要通過最艱苦的努力 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最艱苦的努力 你不可能叫做真誠 所以對於這樣一個道理的認識 我們中國傳統文化裡面 有沒有類似的看法呢 告訴你們有 好 那就是金朝元昊問 他的論詩絕句在評論陶淵明的時候 同樣有提到 他說陶淵明的詩是 一語天然萬古心 這句話不是我們現在的重點 重點是下面的這第二句話 他說豪華落盡見真純 那麼以前我不大理解豪華落盡見真純 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都會用這個字面的理解 然後來認識他 但是看了這個 TRAILING的這段話之後 我終於明白他的意思 這個豪華落盡見真純 並非我們一般文學史所以為的 好像陶淵明是在對抗什麼 從西晉以來的唯美文學 對於文字的精雕細酌 然後對於聲韻的講究 這些外在形式的追求 那個叫豪華 我們文學史都是這樣說的 但是我認為恐怕 不只是這個層次 所謂的豪華落盡見真純 他剛好跟1000多年後的這個 美國的哲學家的一個認識 剛好古今跟中外互相呼應 他告訴我們說真正的真純 要純厚要成真 這個真的不是很想怎樣就怎樣 就可以做到的 那要經過最艱苦的努力 什麼叫最艱苦的努力 那就是豪華落盡的這個過程 把太多的裝飾 把太多你自以為的情緒 把太多你誤認為的自我 把他給拿掉 這就是為什麼以前 我常常會跟各位同學分享一個道理 就是一個越偉大的人 他就是越會勇於縮小自己 表面上矛盾一點都不然 這真的是一個人很特別的一種 很吊詭的地方 可是人性的優微跟可愛 甚至是讓人感動的地方 事實上就在這裡 好奇妙喔 為什麼越是勇於縮小自己的人 他卻會越是偉大呢 重點就在於這裡 就是豪華落盡 然後最後那個真純的我 才能夠真正的屹立不搖 然後有他真正的可貴的價值 所以這都要經過最艱苦的努力 因此我必須說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那三個 真誠的形態 不要說典範 這三個形態 我認為林黛玉那種真誠 真的就是小孩子式的真誠 那麼薛盤的真誠是法國文學式的真誠 然後我們薛寶塞的這種真誠呢 恐怕就是所謂超我的 這一種英國式的真誠 那哪一種可以比較啦 我們絕對不議員 不法西斯的霸道 只標舉一種價值 其實這三種 我覺得每一個人多少身上都有 那我們也都能夠若得其情則 哀盡而勿喜 或者是我們盡量給予同情的理解 可是如果先抽離這樣子的一個層次呢 假設我們認為哪一種 是真的可以變成每一個人 都可以追求的一個良好的目標呢 我認為還是薛寶釵是的 怎麼說 我要來跟你們分享這句話 這是愛爾蘭名詩人叫葉茨 我想很多人都聽過他的名字 他這句話我非常喜歡 他說呢 文明 什麼叫文明 文明就是力求控制自己 好 我下面附了英文 你們注意一下什麼叫力求 奮力追求 他用的英文是struggle 你們知道struggle 我們通常怎麼翻譯啊 掙扎 什麼叫掙扎 就是你要跟你自我奮鬥 可是人通常被快樂原則所支配 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這樣好像是最順利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超越自己 你就必須struggle 然後努力去控制自己 你要做到一種的keep self-control 他說這個才能夠叫做文明 我非常樂於跟你們分享這樣的境界 這是真的 所以兩年多年前日本發生大海嘯 你們知道日本國民在那個慘烈的災難當中 是不是贏得世人的尊重 靠的是什麼 不是他們的救災效率 他們救災效率顯然 好 我們都也有一點保留 雖然我們也沒有資格批評 可是他們真的展現出來 是不是就是一種自我控制 好 不過分渲染自己的情緒 不直接表露自己的感受 然後面臨災難 卻能夠讓自己維持平靜 你們知道嗎 這才叫做優雅 那麼假設你們說日本人 為什麼你們遇到這樣的災難的時候 不對著鏡頭像嬰兒一樣大哭 那也有另外一種可愛 我就覺得那一點也不可愛 好 嬰兒大哭可愛 可是一個六七十歲的人 三四十歲的人 二十幾歲的人 對著鏡頭張開大嘴大哭 一點都不可愛 我們會同情 但是我們不會喜歡 我們甚至不會尊敬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真的文明是力求控制自己 而就這個標準來講 只有薛寶釵做到這一點 所以他是真正最文明的人 而這個文明呢 可以說是儒家所建構出來的 另外一種對於人性的價值 那當然啦 事情過於不及都會有一些弊弊 我們現在談的不是這些過於不及的狀況 我們所講的就是在一般的原理上面來看待 好啦 所以呢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薛寶釵 那麼我就很希望來跟你們分享 薛寶釵事實上 他也經過豪華落計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麼他不是一出生 就達到這個大丈夫的境界的 所以真的豪華落盡經過最艱苦的努力 以及力求控制自己的這個自我涵養 都可以在寶釵的人格成就過程中 看到這個重要性的階段 所以各位請你們注意一下 我們這個山石啊 這個表格已經有點走樣了 你們先聽我來跟你們分析一下 就是在260頁的這一段 我還是特別提醒你們 有沒有注意到構成薛寶釵的 這個橫無苑的主要景觀 是不是就是很僵硬的石頭對不對 好 大山石啦 而且喔 而且周一聽喔 請看260頁 賈政說此處這所房子 無謂的狠的前面一句 那個是我上一個禮拜刻意不提醒你們 現在請你們注意 他說呢 除了這個大祖山 群繞各式石塊之外 請看橫無苑的構造的這個建築的主體 它的主要視覺效果是什麼 請看他不是說一所清涼瓦瑟對不對 好 它是哇 而且用清涼 清涼就表示說那個是那個食材 所造成的一種共感覺之後的一種觸覺的感受 那麼另外一色水魔磚牆對不對 你看蓮牆也是用磚砍砌成的 然後呢 那還有所謂的青瓦花篤 然後當然就有個整個大祖山周圍群繞各式石塊 我要說的就是 當然啦 事實上怡紅苑 求爽斋 肖香館 它的建築主體恐怕也應該都是瓦吧 對不對 也都要有磚嘛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現在重點不是它實質是什麼 而是我們作者在敘事過程中 他刻意為這一個獨特的建築物 所要開展出來的一個視覺效果是什麼 很明顯 恆無怨的這個視覺效果 是不是跟別的居所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跟瀟箱館來比 瀟箱館是不是基本上你正面面對它 你看到的就是什麼 水竹陰暈嘛 對不對 它有千百甘翠竹 然後你看在翠竹當中所蔓延的是什麼 永道 對不對 永道就是有土 主要是泥土地 然後旁邊是不是還有水灌源而入有沒有 徬徬下而出 所以恆無怨當然它的主體 也還是磚瓦去構造 但是它透過很多其他的設計 讓整個建築物的整體景觀 它的視覺效果就是天然 還記得嗎 我們保育用天然來反駁那個稻香村 就是這個原理 那麼因此我們必須要說的是 我們現在在考察 大觀園中各個重要建築物 實際上重點不在於它的實質建材是什麼 重點在於它展現出出來的一個視覺的一個景觀是什麼 而它的視覺景觀呢 才真的是我們要去分析的重點 那麼我還要提醒你們來 這邊請你們再補充第40回好不好 這邊還有提到那個蕭香應該說是那個恆無怨的一個重要的設計 在621頁 第40回621頁 來這個是帶領那個劉姥姥逛大觀園的時候 一站又一站 那現在呢來到了恆無怨 請看第二段就是第三行 那麼賈母陰界岸上的青夏礦朗 請你們注意這幾個用字 這個礦當然是非常的空曠開場 那麼又非常的那個朗 朗當然也是非常明朗 那麼這代表什麼意義呢 兩層意義 一個呢請你們先記得 我們下面的小單元會再補充 就是恆無怨基本上是大觀園裡面 各個建築群裡面占地最大之一 叫做之一就表示還有別的 但是他是占地最大的 所以用這個礦字 可是占地大不一定會給人家開朗的感覺對不對 如果你塞了很多東西 那麼所以這個礦朗第二層含義是在表現出呢 我們的薛寶釵真的是一個非常簡樸的人 他沒有過多的裝飾 然後沒有過多這個外表性的那一種 不像我們這個房間裡就會擺一些裝飾品 對不對 你的偶像的照片啦 或者是什麼什麼之類啦 這個我們紅無怨是沒有的 好 然後請各位再繼續往下看 賈母就問說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 那眾人道是 那賈母盲命擺岸 請注意順著雲布石梯上去 所以顯然我們硝香館它外面 所謂的氫瓦花賭 瓦那個有瓦瑟然後有磚牆 然後另外是不是還有石子的那個石塊 除此之外這個石是不是還運用在它 行徑中的那個路徑就是石梯 那完全都是人工創造出來的一個產物 然後當然下面還有一些描述 我們以後講到植物的時候再說 好 所以現在就回到我們這個石頭本身 我要請你們思考的一個問題是 當我們作者這樣凸顯 很無怨這一種建材 那當然就有它的用意 那麼各位請看一下 磚瓦石它們事實上是同類的產品 是哪一個性質的呢 有沒有注意到 它們基本上是不是都可以說規格化了 瓦跟磚有沒有 它們基本上都是具有實用性質 而且為了要使用 它們全部都是整一規格化的 所以每一片跟每一片 每一塊跟每一塊都一樣 好 那所以你們就可以注意到 第一個它們的共同性就是 它們都是實用的 好 第二個呢 應該說就是它們為了使用 而人為的去製作出來的 所以可以說 它們也是充滿了人為的性質 而且它具有食物的 這個所謂的使用功能 好 那麼這個已經是很有象徵意義 另外更重要的一點 它當然 既然是人為 它當然不是天然產生的東西 而它產生的過程呢 就發人省思 來請各位看一下 我們的螢幕有提到 那麼請看一下瓦瑟啦 那麼磚牆啦 然後呢 石頭 有沒有注意到 它們最原始的材質 是什麼樣的狀態 它們不是天生就這個樣子 它們有一個變化的過程 對不對 所以原來是什麼 是不是都是泥土 它們原來都是泥土 像磚跟瓦更不用講了 石頭比較例外 那但是呢 大部分它們原先都是一個 所謂的泥土 而泥土是什麼含義呢 你們知道嗎 在那個北極圈有所謂的湧動層 可是你們知道嗎 還是有生命在裡面活躍 那靠的是什麼 把它們的卵 把它們的下一代藏在哪裡 泥土裡 因為泥土裡面呢 它可以隔絕那個寒氣 所以呢 土是溫暖的 你們大概從來沒有想到這一點 所以我真希望你們可以多開拓一下 自己的知識視野 人的社會真的很貧乏 很狹窄 就是樓以穴 那多知道一些人類之外的事情 我覺得人會活得比較有意義一點 好啦 所以泥土本來是溫暖的 而且是不是充滿了生機 它富含了各種可能性 泥土可以長出各式各樣好有趣的東西 所以我在我家頂樓的那個花盆裡 有一年 幾年前 竟然發現它長出一顆番茄 不知道哪裡來的我不知道 然後呢 就越長越大 幸好我沒有把它當雜草拔掉 因為我們通常忙放任的 我們很杜甫的啦 杜甫 對啊 杜甫就是這樣啊 他覺得奇怪的上天無偏頗嘛 撲敗各自長 對不對 只有人為才會去按照自己的需要 把萬物做一個等級的區分 好 所以我基本上滿放任的不要太過分就好 不要讓我種的植物活不下去 所以大家平等 好 如果沒有把它拔掉 結果呢 它越長越大 因為聞到那個葉子的味道 你們知道那個番茄 它是整顆都是有番茄味道 欸 這是什麼意思 好 你們這樣總意思吧 就摸了它的金或它的葉子 就是番茄味啦 不是吃到果實才有 好啦 結果越長越大好開心喔 你知道嗎 竟然這麼美妙 結果呢 更美妙的是 它結出了好多紅燕燕的小番茄 然後當然就拔下來吃 太美味了喔 比在市場上買的還好吃 而且呢 它一直結果不斷喔 後來我算一算 我總共吃了三十幾顆喔 然後就很開心 然後我覺得說 怎麼大自然對我這麼好 我又沒有做任何努力 然後他就這樣貢獻給我 所以那時候真的覺得 領略到很多的道理 那也覺得這真的實在是非常神奇的 大自然的奇蹟喔 那真的是創造 由無到有 所以有泥土才會有生機 我們都鋪了柏油路之後 就真的完蛋了喔 那 那是另當別論 好 總而言之 所以呢 這樣子 本來是充滿各種可能性的泥土 是溫暖的 是有各式各樣的生機的 它未來有許許多多的 不同的開展性 然而當它因為人類的 某一種特定的需要 然後呢 被加以注膜 被加以形塑 然後被加以規格化 然後一片一片進入到那個高溫焚燒的窯裡面 去燒製之後 有沒有注意到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都通通一字化了對不對 它再也沒有可以長出番茄 或長出別的香瓜 長出什麼什麼的可能性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視覺設計 它其實也在隱含著 寶采的一個成長過程 事實上超我的養成 當然要經過一段人文的過程 也就是文明的過程 所以呢 我們這邊 這個表就是告訴各位 這中間要經過注膜 要經過烈火焚燒 要創造瓦跟磚 那是要有上千度的溫度 才有辦法達到 那才能夠徹底改變你的 所謂的天然的本質 那麼就這樣的過程而言呢 我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薛寶采真的 他不是一出生 就是這樣一個大家龜秀 不是這樣一個完美的淑女的 我們請各位來對照 他曾經提到過他的成長過程 他一出生也是很淘氣的 跟你我一樣 什麼叫淘氣 就是呢 大概有一點點破壞性 不怎麼守規矩 可是呢 他中間也有一個成長的過程 這裡我們小說中有兩段涉及到 來請各位翻到第40 來請各位看一下 應該是在42回 就是橫無君藍眼解一辟的這一回 好不好 那麼請各位 這邊有特別特別的提到在650頁 好 我們看650頁 前後我們就不多說了 請看最後一行 那寶采看到黛玉都已經這樣誠心的認錯 他也就不想窮追猛打 然後還反而用所謂的藍眼來勸慰他 最後一行就拉這個黛玉坐下吃茶 款款的告訴他到 你當我是誰 我也是個淘氣的 從小七八歲上也夠個人禪的 我們家也是個 也算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裡也愛藏書 然後呢反正小孩子嘛 那麼就開始逾越各種規矩 然後呢就偷看書 偷看禁書 偷看雜書 然後呢 所以請注意651頁的第三行 後來大人知道了 請注意 打的打 罵的罵 燒的燒 才丟開了 所以咱們女孩兒家不認的字到好 有沒有注意到我特別強調一個連接詞 所以 所以 所以是代表因果關係 怎麼樣 跟我們上一週所提到的 哪一個女性的性格養成異 不對 同娶同工 是不是李完 李完為什麼會就可以青春上偶就如稿木死灰 因為他打一出生 是不是就接受富得女教的那一套徹底的教育 有沒有 我們作者也說 就是因為他受到教育的教育 所以他才能夠做到這一步 同樣的我們的薛寶釵也是 他告訴你說 我是受過這樣的一個教育過程 才發生了轉變 那麼這個轉變的結果是他認可了 這個禮教的觀念 就是咱們女孩兒家要無財辨識德 那麼就算要有財 這個財也必須是要能夠輔佐男性 去成就男性的那一種財 這個說來話長我們以後再說 所以你看下面也講了一堆 我們就不多說了 那麼就這段話而言 我必須告訴你們說 有很多的論文就在批評薛寶釵 就用的就是冷嘲熱諷的口吻 說你看你看 你還好意思去這個指責林丹玉 你自己還不是偷看書 偷看雜書嘛 有沒有 你們認為這樣的指控合理嗎 完全不合理 他知道他不是現在偷看書 說我做了不准你做 不是 他是小時候做過 懂意思嗎 那他現在已經改過了 所以他用的是他現在的價值觀 這一點都不矛盾衝突啊 這一點都沒有偽君子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根本是兩回事 一個人在小時候做的事情 他長大之後認為是錯的 而且他也真的改變了 那麼因此用同樣的標準 來勸解別人 那事實上這個人事實上是理外一致的 而且人我一致的 他沒有雙重標準 所以我覺得那些用這樣的方式 來批評薛寶釵的人 我都覺得他們的邏輯 可能是不夠精確的 那麼第二個 我要提醒你們 那麼我們的薛寶釵在這裡 一點都沒有所謂的收服林黛玉的意味 因為很簡單 對啊 收服啊 好 有很多這樣的說法嘛 就把你 好多喔這樣的說法 其實那些用語我都不大會 因為我完全不贊成 就是說我好像是收買你 收服你的心 然後你就被我騙了 然後我就反正就把薛寶釵講成 是一個很公於心計謀略的枭雄 可是我覺得完全不是這樣 因為這完全不合道理 你想想看 如果我真的是把你當作敵人 我要害你的話 你認為我該採取的方式是什麼 尤其我們一般讀者 都把他們兩個視為情敵對不對 你要來消滅你的情敵 你要來減少你的這個敵對的力量 你要做的做法不就是殲滅他嗎 OK 好 對不對 你不是去幫助他變得更好的對不對 因為你如果把林黛玉變得更符合 付得你女教是不是更能夠讓長輩得到歡欣 事實上你是在幫助他增強 他跟你的敵對能力的耶 這不合邏輯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有很多的評論 真的是在自己原先已經有的一個成見底下 然後反正愈加之罪何患無辭 這個根本不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所以這個先提醒你們 好 我們回到我們這個專題 總而言之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薛寶太的性格確實 早先跟林黛玉是一樣的 就是所謂的天然之性 好 所以他說他也一樣淘氣 但是呢 但是他在什麼時候發生了一個外力的一個塑造 而發生了質變 產生了內在的一種真的是徹底的改變 那是他幾歲的時候的事情 請注意喔 這邊有提到啊 是不是就七、八歲 所以你們要知道 我們能確保在成長中的一個turning point 就是在他七、八歲的時候 那麼有趣的是我要請你們來對照一下 那麼我們的李丸呢 李丸他的改變發生在什麼時候 一出生 好 然後一出生就是那個樣子啊 對啊 所以他事實上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 一出生他受到就是這樣的教育 那麼所以在對照起來呢 林黛玉是幾歲的時候發生了變化 請注意他對這番話是心服口服喔 你不要忘記喔 林黛玉事實上他是完全認可這樣的價值觀的喔 否則不會我們薛寶太一提到說 你昨天說什麼呀 他一想到就開始紅了臉啦 就百般的求告啊 姐姐姐我以後再也不說啦 你認為要不是他本來就信奉這種價值觀 你三言兩語就要收服我那麼容易啊 我們林黛玉又不是白痴對不對 聽得懂意思嗎 所以林黛玉根本上在價值觀 在信念上跟薛寶太是同一個陣營 只是他因為某些原因 使得他呢比較能夠放任他的所謂的自我 所謂ego的那個面而已 所以一旦呢 祭出那個價值觀之後 他事實上是立刻就誠心的認錯 而且呢不斷的央求免除別人對他的罪疚 你要注意這個反應事實上反而證明的是 林黛玉是傳統復德女教官的一個信奉者 好 所以他只不過偶爾犯錯 所以犯的錯他立刻認錯 這個跟我們薛寶太收服不收服完全沒有關係 真的 你們真的認為一個人的價值觀 可以三言兩語就改變啦 不可能啦 我跟你們講那麼多你們也沒改變啦 對不對 對啊 也環保啊什麼也沒人理我啊 哪裡那麼容易 會被影響的人都是因為他本來就是有這種想法 了解嗎 所以真的不要把事情看得那麼的簡單 好 那所以呢 現在我們邀請各位注意一下 對於林黛玉來講他從此有很大的變化 我上個禮拜已經提醒你們一件事情了 事實上他的變化非常的多 我們至少可以分八個項目來談 好多的層面他都跟你們所熟悉的林黛玉不一樣 我們上個禮拜談到的是哪一個 是不是跟人家異口同聲 很能夠跟人家配合有沒有 那真的是要有默契 而且要有高度的彼此的共識 是不是才能做到 所以林黛玉真的一直在打破他 他所謂的孤高自許目下沉的那一種 你們最熟悉的那個人格狀態 但是我們的讀者不曉得為什麼抗拒他的長大 所以我們現在呢要縮小自己 我們接受這個對象他應有的本來的樣子 本來的樣子就是他已經在發生改變 所以他的改變就是在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他幾歲呢 我們來提醒大家一下好不好 好 在這一回沒有提到 但是到了第45回有提到 這時候林黛玉他發生了改變 所以異口同聲的那個例子 我們只舉了第50回的那一次還記得嗎 但是其實不止 我上次也跟你們提醒過 所以這一個寶釵的藍顏解一辟 可以說是林黛玉成長過程中的一個 turning point 一個轉列點 那麼所以請看694頁好不好 好 694頁 那麼這一段呢 基本上就是第42回的延續 他這個只在一個幾天之內發生 雖然隔了三回 那麼在那個最後一段 那黛玉就感嘆說 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 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 只當你心裡長姦 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 又勸我那些好話盡大感激你 往日盡是我錯了 實在悟到如今 注意喔 細細算來 我母親去世的早 又無姊妹兄弟 我長了今年15歲 盡每一個人向你前日的話教導我 好 那麼怨不得什麼什麼 雲丫頭讚你好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比如說若是你說的那個 那個是哪個 西香記牡丹亭的雜書啦 如果換你說的話 嘿 就被我抓到把柄喔 我再不會輕易放過你 你淨不介意 反而勸我那些話 可知我淨字悟了 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一直在強調哪一個副詞啊 淨字 淨字 這個淨字是不是就真的一種 真的是翻然改悟有沒有 一個很徹底的一個 一個意識上面的一個重大發現 然後呢 對自己的認知也發生很大的一個 一個跳躍式的一個變化喔 所以你看總共我算過 至少出現五次淨這個字 所以我覺得啦 這當然是拆帶之間的一個破冰之旅 他們兩個人真的從此冰勢 彼此不再視為情敵 尤其後來很快的 我們的林黛玉是不是就認了薛姨媽做乾媽 有沒有做乾娘 他就把薛寶釵跟薛寶芹 都當做自己的親姐妹 他們根本上已經是水乳交融的一家人 那麼先不要談這個問題 我們要說的就是連林黛玉本身的個性 都是從這個時候 我們就開始發現他有很多的變化 那我們講到人物論的時候 那個專題再說 我簡單說一句 他發生的改變是什麼呢 主體上來講就是變成第二個薛寶釵 就是向薛寶釵趨近 也就是回歸到 復得女教的這個傳統的要求裡面來 而且他做得非常好好 那這個以後我們有很多證據 我知道你們一下子之間很難接受 但是沒關係 我們都是有評有據講話的 以後我們專題的時候 我們再充分跟大家分享 好啦回到我們這個專題 來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薛寶釵的那個成長的一個過渡儀式 發生在他七八歲的時候 那麼林黛玉是發生在幾歲呢 照我們剛剛說的 請你們先接受這個說法 論證以後再補 那麼如果照這個說法的話 他發生在幾歲 15歲 我告訴你們真的 林黛玉很清楚的知道 為什麼我的個性會這麼的放任 他已經自覺到這個原因喔 有沒有注意到這段話很重要 蛤 很重要啊 所以我覺得小說不斷的在告訴你 家庭太重要了 你的成長背景太重要了 這個環境因素絕對佔你人格影響的 那個成因的一半啊 他講得很清楚喔 蛤 因為什麼我母親去世的時候 所以我沒有母教的這一個引導 而且我又沒有兄弟姐妹 所以我根本沒有跟我的同儕 彼此學會怎麼互動 怎麼分享怎麼忍讓 怎麼互助的那一種經驗 懂意思嗎 所以我不會跟人家相處 所以我就很孤僻 而且我從小沒有母親教導 所以你們知道這很重要 換句話說講得很難聽的話 我們都沒有諷刺的意思喔 講得很難聽就是沒有家教 懂嗎 所以這很有趣的 明明我們林丹玉對自己性格的剖析 也一樣是回歸到家庭環境的一個 成長的這些後天的教育 你就可想而知 曹月芹絕對沒有說 你只要天賦什麼正邪兩副 好你就可以與眾不同 好你就可以什麼超越歷史超越環境 天下哪有這麼簡單的事情啊 所以這個我們以後這個人物論的時候 專題再說好總而言之回到我們這個山石設計 天啊這花了我們一個單元 總而言之呢 那就是顯然薛寶塞的性格的一個成長變化 跟這個山石呢 可以得到一種非常巧妙的呼應 那這中間到底有沒有穿著附會呢 我自己想了很久 我覺得應該不至於啦 那麼我們把他當作是一個參照 一種平行的對照來看就好 那當然作家不見得這麼樣的有意 去刻意做這樣的設計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因為這樣的解釋 而讓我們呢對於小說 不管是人物或他的其他情節安排 有更深的認識 我想他可以呢就是一個很好的參考 好啦 最後一段 我一定要跟你們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就來檢討一下 那為什麼歷來 我們的讀者對於薛寶釵呢 很容易產生一種防備的心理 我們總覺得他虛假作為 跟林黛玉的那種坦率 對讀者造成的一個心理反應 真的非常不一樣 那麼當我們只是單純做一個讀者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被這樣的一個心理作用 所影響而不自覺 可是越來越超越一個普通的讀者的時候呢 我就要來分析來檢討 甚至來反省自己 為什麼我們一般人 比較容易傾向於接受林黛玉 然後比較傾向於抗拒薛寶釵 為什麼 這裡面有原因的 所以來 我們請各位 這是我反省到的一個問題 那麼就是原來我們人都有這樣的一個 本能反應就是我們面對一個 某一個對象 一個他者 我們很容易就有一種對面具的恐懼 什麼叫面具的恐懼呢 這是我杜撰的詞啦 你們參考一下 就是說我們人在現實生活當中 人與人的相處可不可能完全透明 完全的徹底交流 絕無可能 絕無可能連親子之間有那麼徹底的信任了 但是我們都不可能真正的互相瞭解 更何況你相處的是你親人之外的他者 那麼我們已經從小斷斷續續 多多少少受到一些欺騙 對不對 受到一些背叛 我們也多多少少付出了代價 因為我們也都因為人跟人之間的 那一種狡詐或貪婪或什麼而受到傷害 在這樣的不可避免的情況中成長的人 他是不是很容易的就對 我們不認識的 或者是我們不熟悉的 或者是雖然認識 可是我並不是完全信任的人 多少有一些設法 對不對 好 那麼我們把這樣的心理 很容易的就轉移到我們所從事的 各式各樣的活動 結果在這些活動當中呢 尤其是閱讀 這個活動就潛在的在支配我們 那麼我後來就發現到一個說法 很可以解釋這個狀態 就是我推薦你們的那一本書就是 小說面面觀 佛斯特的那一本書 那他主要是在分析為什麼人們喜歡看小說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比較喜歡看小說 好像比較不喜歡讀詩對不對 嘿嘿 你們都露出羞男的微笑 那為什麼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們也比較不喜歡 對 相對啦 喜歡讀散文的也比較沒那麼多 可是讀小說的恐怕數量上 真的就是比較絕對的相對多數 那為什麼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純粹只是因為哎呀 有情節好看啊 曲折離奇 高潮迭奇啊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嗎 所以可以滿足我們的好奇心 甚至可以滿足我們想要去探索的 那一種這個思辨力嗎 真的只是這樣而已嗎 我們說的這個當然是原因啦 因為情節嘛 他可以有各式各樣別開生面的設計 可以讓我們拍案較好對不對 可以讓我們得到各式各樣的滿足 然後讓我們領略到 我們從來沒有生活過的那種情況 我們沒有遇到過的人 沒有遇到過的遭遇 可是除了這個之外有沒有別的因素呢 弗斯特就在他的小說面面觀裡面 提到一個說法我覺得太精彩了 他說我們之所以會喜歡讀小說 原因是因為不是美學的需要 我們剛剛說的有高潮迭奇啦 有情節上面那個是美學原則 他說不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原則 使得我們比較喜歡看小說 那個原則是心理學的原則 什麼叫心理學的原則呢 就是我們有一種心理需要 我們的心理需要讓我們比較 傾向於讀小說 這就太精彩了 他的論斷是什麼呢 他的論斷說是因為 我先簡單說一下 因為小說中的人物 他在你載讀的過程當中 他是完全對讀者開放的 你不用擔心他對你作假對不對 由於作者的敘事的角度啦 或什麼的原因 這個角色本身他是裡外透明的 我們讀者在讀小說的時候 也因此他說 弗斯特說 我們讀者在讀小說也因此 我們可以稍稍的放下 處在現實生活中 不自覺的要樹立起來的心防 因為在現實世界當中 我們難免要有所保留對不對 對別人 對你說的話 對你做的行為我到底該怎麼認識 就是我不見得可以立刻下判斷 所以我也不能夠立刻決定 我要信任你 所以這就是我以前跟你們提到過的 為什麼我們有這麼多的成語 包括什麼知人之面 不知心 什麼逢人且說 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心 有沒有 這種都是我們生活中會經歷過的 真的你要認識一個人太難了 我甚至有非常切身的 慘痛的一個教訓就是 我甚至推翻我們老祖宗說了很多 很久很久很久的那個諺語 那些諺語呢 真的很顯白 可是非常的有效 可是我還推翻他 你就可想而知 那個話你們都聽過 叫做路遙之瑪麗 日久見人心 對不對 不 我的經驗告訴我 日久都不一定見人心 要什麼時候才會見人心呢 要有厲害衝突的時候才會見人心 了解嗎 時間再久 你跟我剛好都是什麼沆瀣儀器的對不對 我們都是同一陣營的 我們彼此沒有厲害糾葛 我們當然很好嘛 對不對 你怎麼真的看得到他另外一個層面 可是你們只要有五毛錢的衝突 也許不只五毛 五萬塊的利益衝突的時候 也許你就會看到另外一面 這真的是我很慘痛的經驗 所以認識人哪有那麼容易啊 你會發現真的他的自我 跟你原來看到的我可能會十萬八千里 好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 我們在現實世界到最後 你終於就只好處處設防 那個設防純粹只是為了避免受傷害 不見得是我們有什麼什麼什麼不好的心機 可是我們在現實世界就活得好辛苦 我們要推心致富 那是多麼難以達到的不可能的理想 所以小說中的人物 就能夠讓我們驅除人跟人之間的迷霧 而讓我們卸下心防充分領略 人跟人之間完全沒有猜忌的那一種互動經驗 簡單說就是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下面來唸一段 那麼弗斯特的那個原文 他說我們為什麼喜歡讀小說 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比較不接近美學 而比較接近心理學的答案 好 那麼我就把它套用在林黛玉身上了 卸斯特呢他先以設問自答的方式 就是他自己提出一個問題 然後他自己再提出解答 然後讓你了解你為什麼會喜歡讀小說 他說的太精彩了 他說他為何不能在這裡 這個他是指小說人物 為什麼不能在這裡 這裡就是你現實世界懂嗎 小說人物不可能會出現在你的現實世界的 然後他就提出這個問題了 為什麼小說人物他不能在這裡 什麼東西使他與我們格格不入 你雖然喜歡他 但事實上他跟你是格格不入的 他就提出了回答 他不能在這裡 因為他屬於一個內心生活清晰可見的世界 就是我剛剛說的 他完全為你開放 一個不屬於也不可能屬於我們的世界 他是一個敘述者與創造者 合而為一的世界 有沒有 敘述者曹月琴跟他所創造的人物 所以他完全知道他的這個角色 要在想什麼 要做什麼 而且他完全對讀者來揭露 有沒有注意到 可是他不可能活在我們現實世界 為什麼呢 因為人類的交往 如果我們就這個人類的交往本身來觀察 你不要把他當作是社會的附屬品的話 你就會發現人跟人之間的交往 看起來總好像附著一抹鬼影 有一層迷霧擋在人跟人之間 我們不能互相瞭解 最多只能做粗淺或泛泛之交 即使我們願意也無法對別人推心致富 而我們所謂的親密關係 也不過是過眼雲煙 因為相互的互相瞭解 其實只是幻想 所以我們可以另一方面呢 就因為我們可以完全的了解小說人物 因此我們就喜歡讀小說 所以除了閱讀的一般樂趣之外 我們在小說裡為人生中相互了解的曖昧不明 蒙昧不明找到了補償 就這個意義而言呢 小說比歷史更真實 因為他已經超越了可見的現實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在說 所以我們喜歡讀小說某個意義來講 就是我們終於可以在讀小說的時候卸下心房 不必在那一抹人跟人之間徘徊的鬼影 所困惑所蒙蔽所擔憂 這就是一般人比較喜歡讀小說的心理因素 這樣懂意思嗎 好 如果我們在這樣的一個心理因素底下來看 這個我們對紅紅夢人物的接受而言 我們就可以恍然大悟 為什麼我們總是比較喜歡林黛玉 就是因為他符合這個原則 可是由於薛寶釵呢 作者是用什麼樣的敘事角度來描寫 剛剛學到了一個名詞 外聚焦 有沒有 結果他是不是再現了 我們現實中人跟人之間相處的狀況 因為我們只看到你外表所講所行 我怎麼知道你心裡在想什麼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很自然的 在讀到薛寶釵的時候 就會把我們在現實世界當中 困惑於或恐懼於的那個鬼影呢 又轉移到他身上 所以這就是我說的 對於面具的恐懼心理 尤其我們薛寶釵又是藏於手 用這兩個字來表達他的一個人格追求 於是這個藏於手 我們就把他轉移到說 你這個人就是表裡不一 你就是有所保留 你就是富含城府心機 所以呢 我們就很自然的把在現實生活中 從人跟人之間的不信任投射到他身上 這樣了解意思了嗎 所以我覺得有好多好多對於薛寶釵的批評 事實上是來自這個閱讀心理的影響 好啦 那這到底公不公道呢 我個人當然認為不公道 那麼原因在於我們做一個讀者 不要只做一個普通的讀者 我們想要了解的是呢 連閱讀本身都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 一個自信的活動 我為什麼這樣閱讀 我為什麼讀成這個樣子 這都是可以在進行反省分析的 所以呢 我感興趣的是在這裡 那麼所以到底薛寶釵是怎麼樣的人 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夠下判斷 作者都不一定能夠給我們終極答案 所以關鍵在於你要做怎樣的讀者 你要反省你自己的閱讀行為到什麼層次 這就是我們讀者應該要做的工作 所以究竟你到底喜歡誰 我認為這都不重要 因為那都只是在日常層次 我要分析的是背後的東西 好啦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終究呢 就把薛寶釵啊 他在我們的這個閱讀接受過程中 所產生的一個獨特現象 就是所謂的 揚帶扁拆的這個主流現象 我們就提供了一個 另外一個思考的方式 跟也許我們可以改變的一個理由 那所以這個三十設計 我們就交代到這裡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三十設計 當然絕對不是在說 我們的薛寶釵是一個偽君子 完全不然 我倒覺得他是要來體現的是另外一種 深層的、平穩的、內斂的 而在以超我的完美原則的一個主導之下 他努力把自己提升到一個 不是那麼容易被一般人所理解的境界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簡單的一個詮釋 說實在的 其中的底蘊不是我們這些話所能夠重救 那麼我們有機會的話 可以給大家做一些文字上面的詮釋 會更為清楚 那這個我們就交代到這裡 我們要做一些文字上場感 在這方面問題上 說實在最有一個文字上 說實際上 非常有困難的 說實際上